你最好准备一份夫妻共同财产的明昔 越下去越好 我当初嫁给我老公的时候 就没有涂他的财产 我对这方面的事情不是特别了解 我就是想要一个自己住的地方就行了 我有手有脚能养活自己 可是我儿子的抚养权必须归我 至于他爸爸 每个月给一些抚养费就行了 多少也无所谓 我就这些要求 就我的经验啊 夫妻之间最难割舍的就是孩子 在抚养权的问题上 我觉得康家 不会轻易答应你的要求的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谢谢郑文师 你喝咖啡 好 我赶紧 你啊 太冬备了 Close了 是 你啊 杀似了 你啊 你啊 这儿叫我我 我啊 你啊 你啊 他aga 他好多多多用 你啊 我啊 好啊 好 蔡小姐的电话 喂 蔡小姐 你好 我门口的吃的和水果 是你放的吗 不是我 是我们黄总给你买的 我们黄总说 这几天天气特别干燥 你不要光顾着写作 要多吃一点水果 补充一下水分 你帮我谢谢你们黄总 从今以后就不用再买了 如果我想吃的话 我自己去买 好的 我会转告他 谢谢啊 再见 你在干什么啊 不是说好了 说是你买的吗 我忘了 什么你忘了 你故意的你 人家蔡小姐那么聪明 你怎么可能瞒得住她呀 你也听到了 人家说谢谢你 不管她说什么 反正你少给我添乱 以后怎么说好是什么 就是什么 这怎么能算是添乱呢 这分明是 再续前缘的节奏嘛 续你个头续 怎么 你不想再续前缘了 赶紧改啊 好 你看上去这么憔悴啊 是不是和抗桥 哪儿有啊 我是最近忙着写剧本的事 最近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 都挺好的吧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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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找你们 是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什么事说吧 这个周末啊 我想带婷婷去参加一个电影首映礼 你想干吗 能干吗呀 是之前找婷婷拍电影的电影公司 想请婷婷参加她们的电影首映 人家邀请函都发过来了 我们不能拨人家面子吧 黄少古去吧 会去 我就知道 什么首映礼啊 就是一烟雾带 她就是想见婷婷 臣臣 是 你说你故意把婷婷跟黄少古的关系撇开 你这也太强硬了吧 你这样婷婷会怀疑的 你这不是弄巧成拙吗 还有前一阵 你是不是跟黄少古发生冲突 被婷婷看见了 我没有啊 就是吓唬她 你吓得人 我也没打到 让你管好你的臭脾气 怎么就是不听呢 黄少古我还是了解的 人家是个正人君子 人家答应你的事 就不会反悔你 你知道吗 更何况了 咱们婷婷那么喜欢拍电影 这是她的理想 她喜欢的事 作为家长 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她 刚好有黄少古这样的人出现 还能帮她 这不是两全其媚吗 我同意淳妮儿的说法 人家大气 咱也不能小气 淳妮儿 你就带婷婷去吧 进来 唐总 您的派递 关总 好 我离婚以后 带着分我的财产 带着你的亲生女儿 去和你的前任情人 重去结缘 双输双飞 多美好的画面 多如意的算盘 你猜出你戏不但演得好 编剧方面也是天才 把自己的人生剧本 变得是滴水不漏 无险可击 你放心吧 我不会要你一分钱的财产 对了 黄家在台湾家大业大 黄少谷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你可真会找啊 都有钱 我跟你之间的感情问题 是我们之间的事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 还用问吗 从前的事情 在你心里过不去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我觉得 我做了一个好儿媳 好媳妇 我也是一个好妈妈 在康家这么多年 该做的 不该做的 我都做了 不该忍的 我也忍了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得不到 最起码的尊重 我承认 结婚之前那些事情 是我的错 可是康乔 老婆 在我们两个的婚姻里 你就没有一点错吗 我有错 我的错是因为娶了你 该做的不该做你都做了 那不是你一个当老婆应该做的 你说你忍了不该忍的 对 你是人了 你要自己问问自己 你为什么忍 为什么 那是因为你想过上 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在我这儿要尊重什么 就你原来干的那些烂事 你想要什么尊重 我再问问你 我康乔哪儿错了 你要的 你们娘家人要的 我哪儿没有满足力 你摸着自己良心想想 我康乔做错了什么 你没有错 你说得都对 我发现 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去 你想让我怎么跟你说到一块去 按照你写的剧本 跟你一会儿演下去 把它改变 最后 你才能把你的了解 把这个 没有 你 的